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4月6日,大阪樱花拒绝放水 星期二傍晚,日职联友好戏上演,黄斌水手张主营大阪樱花 大阪樱花近况不错,而且他们近年多次和黄斌水手对阵,占据较大优势,即使后者目前状态也相当理想,但大阪樱花都是值得看高一线 另外,M直播,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黄斌水手前季勇夺日职联冠军,但上季他们的表现麻麻,只排在中游的位置 到了今季黄斌水手肯定想有些进步,挤身前列位置,但想做到并不容易 踢完六场,黄斌水手有三胜两和一负的战绩,永十一分排在第八位,较为两眼的是进攻方面的表现 军场入1.83个波系除了为冠军穿其前锋之外,最强火力的球队 再者,黄斌水手最近状态不错,他们已经连续多仗保持不败,期间胜仗居多 不过不利的是,大阪鹰花堪称黄斌水手,近年来的黑星,黄斌水手已经接近十年没有在正赛赢过大阪鹰花之余 输球还要是占据多数,黄斌水手目前遭遇对阵大阪鹰花的五连弊,球员心理处于完全的下风 更何况大阪鹰花,同几队状态不相上下,在这个情况之下,黄斌水手主场实在不应该高估 在阵容方面,后卫斌马芬因伤无份踢 上将凭住中场奥野薄量的一展定江山,大阪鹰花艰难战胜了七沙岩,大阪鹰花近五轮联赛,六得四胜一和的佳绩 他们目前排在前三位值得称赞 同主队黄斌水手一样的是,大阪鹰花亦拥有相当强劲的进攻火力,后者军场可以入1.75个球 特别需要提的是今年6月份,就将年满39岁的大九宝家人,这名老港今季换发生涯的第二春,头三轮联赛长长破门得分 他目前已经攻入5个球,是大阪鹰花今季的头号射手,他今铺表现值得大家期待 除了进攻友好表现之外,大阪鹰花的防守亦相当稳固 近三轮联赛,全部保持清白之身,从田鹿,同远桥右界领涵的防线攻不可没 另外,大阪鹰花已经连续两季,完成对黄斌水手的双杀 前者四场比赛,一共攻入11个球这么多,今次再次交战,大阪鹰花有力拿走3分 后卫鸟海仿施,同中场圆川力等人因伤不可以上阵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,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,和赞我们的page 立即下载M直播,随时随地在手机自在看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